408章 给点好处 四十年前 天雪城 墨天歌在云中见过的修士并不多 佛们修士更少 听得此话猛然睁开眼 原来是你 见他认出来了 这森容微笑 态度仍然平和 正是 多年不见 施主别来无恙 墨天歌深深吸了一口气 转头给了念无上一个眼色 意思是 这些人是冲我来的 他已经记起此人是谁 四十年前 有两个住机修士在天雪城拦截于他 其中一个因出言不逊 被他击毙 另一个人品上家 便被他犯过了 就是从他们手中 他得到了天罗帝王 想到天罗帝王 墨天歌也明白这些人的目的 他手中的天罗帝王 必然就是慧音大师一溜下来的佛门圣物 他们又打话 将目光放到那闭着眼睛的元后老和尚身上 这老和尚脸上大笑 慈眉善目 却是一直没有开口 敢问诸位大师 是什么人 那中年僧人决幸送了一声佛号 说道 这位施主 我等乃白福山华颜四弟子 这位是平僧的师尊 亦是我死普济尊者 发号尚无下明 平僧倒好决心 这几位都是平僧的师弟 这是觉悟 最后却是特意指向先前与他说话的年轻僧人 墨天歌静静汗手 对方虽然来意不善 可态度如此客气 他也不好失礼 吉礼道 在下来自外海 性情名威 这位是我好友 好天残 下来诸位大师的来意 与他无关吧 无名尊者的这些弟子中 决幸显然是师门叙齿 最长的一位 方才一直由他代表无名尊者说话 听到墨天歌此言 决幸道 原来是秦施主 不错 我们是来寻你的 听施主这番话 想来知道我们所为何事 墨天歌淡淡道 原本不知 不过见到吝尸帝 大哥猜到了 决信双手合十 欠声道 既然如此 为之秦施主 可愿将原物奉还 墨天歌没有立即回答 他先看了看决心 又看了看一旁低着头的觉悟 最后望着始终笑眯眯 闭着眼睛的无名尊者 普记尊者是佛们的一种进程 只有原因以上修士 而且实力超凡的才能授予这样的称号 普通原因佛修也仅仅 BAE 秸 也仅仅称为尊者而已 看来这位圆明尊者 在华言寺中地位非凡 不过他很好奇 这位元后佛修法号无名 又一直闭着眼睛 难道当真是看不见吗 看着眼前的局面 墨天歌权衡了一下 开口说道 无名尊者 诸位大师 师不相瞒 若非觉悟大师前来 我早已将此事抛至脑后 如今见了觉悟大师 防止当年之事不囤寻常 坚决信想说什么 他抬了抬手继续说道 在下对他人门派之事 不感兴趣 只是当年之事是非如何 相信觉悟大师 已经向前辈和几位大师说明了 既如此 诸位大师前来讨要物品 是不是该给个交代呢 他这番话说得不卑不亢 没有因为无名尊者的威势 而唯唯诺诺 也没有因为他们人多势众 而自认倒霉 欲使道教众孙 无言以对 决信大概也觉得不便回答 转过头 看了看身后的师尊 无名尊者仍然双目紧闭 眉眼含笑 正让决信有些吃不着 他转回来 愁愁着道 秦师主 此事 决信 一直没有说话的无名尊者 忽然开口 让唯师来说吧 决信连忙回声 恭声几礼 是 师父 说吧 站到一边 秦师主 无名尊者 始终闭着双眼 身影不急不怀 当年之时 涉及本司内务 不便向师主说明 此事 还请师主见了 这位无名尊者 身为元后修士 居然对区区一个 结单修士 如此客气 令墨田哥甚是惊讶 他对佛门 虽不大了解 但来云中也久了 也知道佛门的规矩 与道门 大不相同 佛门修士 戒律甚严 虽然也是修为 高者为尊 却都是 距离而论是非 也是因为如此 他才有胆子 在这些人面前 说这些话 但他仍然没想到 无名尊者 这样的元后修士 待人的态度 居然也如此客气 这倒叫他 有些不好意思了 前辈 墨田哥吉里道 贵死之事 万倍无以探听 只是诸位这般身上浩达 来我洞府之外 还向他要法宝 正要交代一下 施主之意 劳闹明白 无名尊者 面带微笑 深色从容 按说 当日是我 华岩寺弟子 先冒犯施主 施主 并无过错 不过 施主 灭杀了我 寺中 一名弟子 又夺走 本寺法宝 此事 便算扯平了 如何 听得此话 墨田哥 轻微地皱了皱眉 刚才还觉得 这位无名尊者 态度和气 丝毫没有 缘后修饰的跋扈 可这话听着 就有些 难人寻味了 当日之事 原本就是 华岩寺两位弟子 算计他在线 哪怕他将两人全杀了 也算不得错 但他没有赶尽杀绝 不但给绝物留了后路 也没有夺取他的钱宽带 只是收走了 算计他的法宝 这可是手下留情了 既然如此 这些人前来 讨要法宝 便该向他致歉才是 可这老和尚却说 他们冒犯了他 他以杀人夺宝 互相扯平 未免有些混淆是非的意思 墨天歌暗想 缘后修饰 到底是缘后修饰 再和气 也不愿在晚辈面前丢份 只是这么一来 倒是激起了他的脾气 忍不住 想与这位无名尊者 理论一番 这般想罢 墨天歌露出笑言 前辈这么说 也有道理 无名尊者见他赞同 接着说道 既然施主并无意义 可否将本寺法宝 归还了 墨天歌笑了一声 看着眼前的无名尊者 不紧不慢地说道 前辈方才说 贵死两位弟子 冒犯晚辈在先 晚辈面杀一人 夺走法宝 并不算错 是也不是 无名尊者汗手 真是 既然如此 晚辈如今与贵死之间 并不存在谁欠谁的问题 对吗 无名尊者顿了一下 方才答道 不错 不错 墨天歌便笑了 既如此 前辈要晚辈直接交出法宝 是否有些也是压人呢 此话说吧 众僧都是一阵 连无名尊者也没答话 安静了片刻 众僧中 有人忍耐不住 叫道 这位施主 天罗地网 本是我死重宝 我师父好生好气向你讨药 你居然 绝会 决心喝了一声 师父在此 不可唐突 这三人不甘不愿 瞪了墨天歌一眼 低头受教 是 大师兄 过了一会儿 无名尊者终于开口 施主 老那不妨直言 那尽法宝 留在你手中 是货 不是福 交还老那 初看之下 似乎是你吃了亏 但若等到祸事来临 便知道老那所言不需要 墨天歌并不动容 但若将此物交给前辈 对前辈而言 必然是大大的好处 无名尊者却道 施主 若是他人前来此处 定然不会如此客气 墨天歌文言挑眉 下一刻却又笑了 缘后修实 到底是缘后修实 虽说言此客气 却是一点亏也不想吃 这话的意思 这话的意思分明就是 以我的身份和修为 待你如何客气 你还不知好歹 他自然知道 在缘后修实面前 自己必然要将那天罗地网交出去 只是他不甘心 白白为别人保管四十年 总要捞点什么回来吧 他叹了口气 前辈怎么说 也是缘后高人 难道 要与我一个小修实 斤斤计较吗 听得这句话 无名尊者顿了一下 突然笑了 从出现到现在 他一直表情慈悲 温言以对 维持着前辈高僧的纷繁 直到此时 才有了一点点人气 他仍是闭着双眼 微笑道 确实我这个前辈的不是了 小道友 你想要什么好处 直说便是 从施主到小道友 这位无名尊者的称呼 无意进了一步 墨田哥便知 自己的行为 没有惹恼他 甚至还让他 产生了一点好感 这让他放下心来 哪怕他胆子大 想从一位 素不相识的 元后修士那里 所要好处 也还是要提着心的 略一思考 他从乾坤带中 取出一物 摊在手上 前辈 晚辈不是不识好歹之人 既然此物乃贵死所有 这便缘无奋怀 他一拿出天罗帝王 所有人的目光 立刻集中在他手上 决心失声叫道 是天罗帝王 真是天罗帝王 立在一旁的觉悟 更是口颂佛号 激动的喃喃自语 师父 圣武 终于回来了 徒儿 没有成为 华严寺的罪人 墨天歌 多看了他一眼 觉悟说这番话时 目光向天 似乎是在 对已经过世的人说的 莫非 无名尊者 并非他的师尊 这倒不是不可能 四十年前 觉悟不过是一个助击修士 却有佛门圣物在手 本就不同寻常 他若当真是无名尊者的弟子 又怎会与师弟而人被赶出来 沦落到打劫路人的地步 想来 此时涉及到华严寺的隐秘了 借墨天歌干脆地取出法宝 无名尊者的脸上笑容更是灿烂 只见他右手佛光一闪 墨天歌手中的天罗地网飞起 瞬息之间一入他手 无名尊者摊开此物 双手在上面细细地摸索 似乎眼睛当真不能失误 本集一播讲完毕 欢迎继续收听